哇靠有蛇 有蛇快点走 我要去喂牙了你在这剥啥 我在这剥 你呢 我喂牙这手套给你 我不会剥 等下剥坏了 就这样剥上来就可以了 等下把那个全部剥完了 我教你来 你教我一下怎么剥就可以了 你剥一剥吗 忘记了 就这样剥你看 嗯 嗯 这种就可以剥了 像上面这种就不用剥 这种剥就可以了 剥这种就可以了 嗯 懂了懂了 那得去吧 嗯 去了 嗯 现在呢来这里帮小凤 剥一下这个干豆叶 小凤现在要去那边 搞这个喂这个鸭子 这样子 这样子剥 小凤刚刚说的 教我剥了 我就这样剥吧 刚刚也就这样剥 剥了这一排 也是刚刚剥好的 往这样剥进去啊 里面还有水 这些房子里面是 现在是养的什么 我去看一下 哎 什么没有呢 哎 怎么啥也没有啊 这都长草了 干什么 打蛇 打什么蛇 这个红薯叶 小凤 嗯 这个这个 你你你 这里面是啥 怎么没有种东西了 这猪烂了 种什么 里面我记得好像是养鱼的 不养了 我现在把它移到那个鱼塘里面去了 哦 移到鱼塘里面去了 对这个红薯叶 看见没有 那我跟你说 说什么 你剪那个鸭塘 鱼塘不是空了吗 鱼塘没有空啊 鱼塘还有一个 这是鸭 这是猪烂 这是猪烂 我记得以前是养鱼的 现在不养了 也是也不养猪 也不养鸡也不养鸭了 好像 一养苗拿来我剪出 你快点跟你剪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 你说拿来给我们养鸡 抹去啊 嗯不是说以前说好了吗 在西藏的时候 你好说话一点吗 你跟他说 他现在没过来也不知道 哎来了 半姐啊来了吗 来了来了 耶 风姐来了 什么事 呃 我刚才看你这个 刚刚跟你剥甘蔗叶吗 是吧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嗯 我这里面养的啥 养 养 养苗的 养苗的 我们一匹一匹的鱼 现在大鸭卖王卖了 然后就养苗苗 诶 风姐 你的鱼好像被人家偷了吧 什么偷 没有啊 没有鱼啊 这鱼呢 在鱼塘了 之前是在这一小鱼一苗的 然后有那么大了我就放鱼塘了 我还以为被人家偷走了呢 没有 他有两个手指那么大了就可以放鱼 哦 那里面是干的 现在不用养鸭了 养啊 养 这里面没有了 这个是小鸭苗树的地方 喂小鸭子 对 有那么大了我们再移到那边去的 哦 不是 我刚才跟小凤 你还没来的时候我跟小凤商量一下 商量了一下 那个事情 哎呀 不好意思说 你说嘛 说错了也没事的 哎呀 你不说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呀 嗯 等一下小凤跟你说吧 我不说了 哦 我怕你不同意 等一下小凤会跟你说的 什么大事情啊 哎呀 没什么大事情 就是那个那个是 哪个是 哪个是啊 哇塞 这里面有没有石啊 这么深的杂草 这多久没有养鸡了 养鸭了 这个地方已经空了 等一下我跟小凤商量一下 看一下 能不能让小凤在这里创业啊 养鸡啊 你看这个房间全部是空的啊 哇塞 涨水了涨水了 好像有鱼啊这里 这里好像有鱼的哦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鱼塘啊 刚刚我过来的时候 发现上面好多鱼啊 都是很大的那个螺飞啊 现在 刚好我又没带鱼竿过来啊 改天 跟小凤一起来这里钓鱼啊 哇 那个凤姐家里面不是有十几二十条 那个鱼竿吗 给他放在这里 看能不能抓到鱼啊 给他钓上来 哎呦我去这个钩子还在上面 这里应该是他们钓过鱼的 应该是凤姐夫在这里钓过鱼的 这个鱼竿还是上面 这里面有没有蛇哦 哇靠有蛇 有蛇快点走 嗯